大家好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觀眾朋友 你應該很開心坐在我旁邊的 就是你們常常留言 網路票選 你們最希望看到的來賓 高大成 高醫師 高博士 這樣講 從民進黨黨內初選開始 很多人就是開始有各種各種的傷出現 那整個台派支持者 台灣精神 台灣價值 有的是吟死的 吟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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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整個初選的過程 死傷無數啦 所以我們今天找來一位法醫 要驗傷 看看台灣價值到底怎麼死的啦 我們要很清楚的來驗傷 高大成 高博士 是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畢業 日本的京都大學 跟李登輝總統的醫學博士 那麼他投入這個非常冷門的法醫 大家都知道 法醫就是檢驗死人是怎麼死的 所以今天本節目呢 為那些已經被民進黨埋葬的 台灣價值跟台灣精神的亡魂 要來請教一下高大成博士 台灣精神是怎麼被民進黨給害死的 好 那今天高大成博士來到我們節目呢 當然自動就加入了邊緣人協會 只要上過本節目的 你很難說你不是邊緣人 好 那麼我們也講過 不要氣餒 我們在這個宇宙的邊緣呢 會比那些自認為 自己在地球的中央的人還要更大 好 所以我們今天來訪問的是高大成 高醫師 謝謝 好啦 高醫師 我們節目就這樣無題啦 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要怎麼處理 你怎麼處理不太快 我們這個節目 跟館長是差不多聽到的啦 沒有 我們聽到的 不是 我那時候剛才讀這個 賴醫師 賴清德院長 前院長他要出來算的時候 我才覺得對 他有時候出來 因為小燕鎖有差跌了 因為他這兩 因為一二四輸到 真的那時候是輸到 你覺得會怕到 大敗 怎麼會這樣呢 你說中間審命也不太離破啊 大敗 那個不是中間審命問題 那個是整個你的政策出了問題啊 他又不承認 結果 賴清德他自己就打在 打算民意多少 他有這種的對不對 你是頭的人 你要處理後來叫他的人 對不對 像現在也是 你看國安部長說一句話說 我們不為台獨而戰 你如果做一個總統 你三軍統帥啊 你如果說 你不要做了 你講這的話 我很聽不下去 因為你不為台獨而戰 你不要這麼白目就好 你說 我不為... 我不要講說 我為台灣而戰就好 你不要說 不為台獨 不為統一 不為什麼都不要 國防部長 基本上他要聽的是三軍統帥 三軍統帥在民主政治 他要聽的是全台灣的民意 全台灣的民意要他為何而戰 他就要為誰而戰 這才是民主的價值嘛 對不對 所以聽到這句話 我要是小英的話 我當場打臉他 我說你要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要根據台灣的民意 不根據你 也不根據我 因為我作為三軍統帥 我要代表台灣的民意 所以希望你不要先把話說死 他如果覺得他這樣說不對 這樣就下台就好嘛 很簡單 對啊 結果沒事啊 對啊 結果都不知道嘛 對啊 現在一個人那個韓國瑜說什麼 那個三軍 三軍都是穿裙子的好不好 他上次說我們台灣的參軍都是 五六圓的都是 花錢收腿的都是穿裙子的對不對 穿裙子的不能說是沒用啊 穿裙子的很好啊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 他意思是說我們軟腳要花錢收腿啦 你說這個月出來的電腦 你蔡總統出來跳出來在搶 你叫下腳搶的這個腳小就是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我們這在上面說要做什麼 而且不為台獨而戰 這句話贏不出來搶 對啊 現在說一個月出來搶 我記得你看你頭腦是怎樣 是沒什麼清楚的喔 你現在轉型正義 他有一個三一三三嘛 三年司法改革嘛 一年轉型正義 三年長照 三年不知道再說三年什麼 結果你看 他學到三年阿扁的事情要處理好 我不是說叫你的特色阿扁 我也覺得不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要看民意的走向 但是你直接要跟阿扁來妥協 好 你講到民意的走向 蔡英文你要做民意往哪邊走你很擅長啊 他是因為賴清德醫師要出來跟他進行以後 他才知道說我來就是要不要隨著民意而走 我覺得他實在很好運 他剛有這個反送中有的沒有的 跳出來講出來唱到一樣 這次如果統促黨和李毅 他跟他那那那那那五星期 還跑出來走 他還跑出來走 他還跑出來走 我會暈死的 你真好暈 我跟你說話不一樣就是 這樣喔 他確實是撿到槍 但他的撿到槍 跟送中條例的關係都沒有 我要講的是 送中條例如果今天是大家 對於香港的前景會隱憂的話 那大家會更怕蔡英文當選啊 因為蔡英文你的兩岸政策搞不清楚嘛 你一下要川席會 一下要川席會 對一下呢又說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我們讀中國書 我反倒認為喔 中國勢力親門他戶 賴清德應該會贏才對 所以他撿到槍沒有 他撿到槍呢 是他的那個 民意調查中心的那個選舉清策 他根本就在作弊 我教了二十年的統計學 我就大膽的挑戰 蔡英文陣營 你們在作弊 我了解的意思 你的講法就是 他說他最近現在說的都是原不由衷 但是我覺得原不由衷 我們大家不能看 會叫兵器 是這樣 沒辦法 不然其實真的 我像我 那個統治黨 有些人要走一走 他也不敢說 保證他不敢說 他主題就不敢說 對啊 所以他就死了 他這次就死了 但是他就這樣像你說 但是他是原不由衷 講出來的時候 我們還是覺得說 搞不好是真的 這人就是這樣 我們一般的人 不像你頭那麼好 沒有沒有 我也不像這樣 因為我 我想說 他是好運 在這裡講這些話 當然照以前 你們有經驗 有看以前的腳步來 你才知道說 阿鳳姐 他這個可能真的 不是在說真的 你的感覺會出來 我是比較不知道 因為 我不是比較真的 因為他是 兩千幾年 四年前 以前 八年前 我就開始聽他了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阿 我算 我雖然沒有家裡民進黨 但是我是算茉莉 對啊 我不是柯文哲的茉莉 那個紅茉莉的那個不一樣 你也不跟我說 我就死了那個 我最怕那個人說的 有一點 什麼兩岸 我聽不下去 再靠到他 他的同學 他的同學 沒有啦 我們柯文哲 是在假鬼 他表面上是這樣講 我們要獨立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反中 親中也可以獨立 我說 你反中都不能獨立 你親中怎麼肯獨立 那些公司委 其實齁 真的好笑 這句話 我們有很反感 因為我認為 台面上政治人物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就算了 我反感的是他的作為 他一上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在他的頂樓成立 兩岸小組 然後他言必稱大陸 然後他去中國的 所有的這個不公開不透明 接見莊智君 一當選的時候 就有國台辦 李文君 就有國台辦的人 到他的辦公室 這一切事情的不透明 再加上他沒收台灣旗 對台灣議事 台派的這些人的打壓 對 跟那個兇狠的程度 你把這些事情串在一起 我覺得這些東西 對台灣的傷害 遠遠大於一句話 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就隨便你講 你講講 你明天還是可以改口 你明天還是可以講台獨萬歲 所以對政治人物 我不會太在乎你講什麼 我在乎是你做了什麼 你老土龍 這句話我聽不懂的 誰說 我感覺說人不懂的 我也聽不懂的 但是我看他的作為 我更看不下去 問題出在這裡 而且他的態度 真的令人家很討厭 他有時候 他每次講話 就講我的IQ多少 你的IQ算什麼 也對嗎 沒有IQ 也只會在小股 就是IQ這樣會小股 高醫師也沒有比他差 真的我是比他差 我跟你講 我講過 柯文哲智商157 我57 我只差你1 可是我要跟你講 很抱歉 我智商雖然57 但我在台大教書 教了20年 我看過太多 智商257的學生 你的台大醫學系 台大電機系 台大物理系的學弟 我跟你講 沒有一個人會 把自己的智商多少 掛在口上 對 而且我要講的是說 你第一年考上 陽明醫學系 第二年第三年重考 才考上台大醫學系 我跟你講 我的學生 有人第一年 就多了150分 都沒有在講他智商多少 所以 大家都知道 這事情大家都知道 不要說笑 因為你越說人 越歐你的空 我也覺得這個很不好 因為他那個態度 他不是一個人在講話 太太又來幫槍 爸爸媽媽又來幫槍 不是這樣 做一個政策 你自己沒辦法處理 還要別人來處理 你實在是很老闆 實在說 真的 我的感覺 我怕我出來做總統 我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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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敢說話 你一定叫他點點嘛 對啊 我也不會這樣 因為你說不一定是我的意思 那些地方在這裡 不好意思 但是修宣你還有 有材料管你沒有 他又沒有材料管你沒有 你也有點點 你不要再說什麼 萬一我不用管 那日本人都不用管 他都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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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絕對不會 高醫師 你怎麼看現在台派 我剛才問修宣 你幫台派現在驗一下商 是怎麼寫的 沒有 台派 外商內商 我覺得也有分成兩個 一個挺賴清德去挺小英 他們認為如果小英繼續做會比較好 可是有另一派還是挺賴清德 我是認為說 因為你這11 124輸那麼慘 那你就感覺是 我如果出來比你贏的機會 比較多嘛 所以我才出來 我不是說 為了要做這個大位才出來 我是覺得說 你看每次 你比民調 他不要一次贏 都最沒得下 他贏了 他贏了一個人 叫什麼叫胡敦 所以都沒贏 這樣要怎麼算 我們出來準備要輸就對了 不可以這樣嘛 所以賴醫師出來 我覺得賴醫師 可是我今天要代表英粉跟你講 你看看 我最後一名 你給我一個月 我的爆發力多強 我變成第一名 而且我初選第一名還不算 我初選完了以後 各家民調還是說我第一名 表示什麼 表示我的爆發力強 我可以從最後一名 變成第一名 中間才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換句話說 你再給我兩個月的時間 我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給你看 那個叫做行政資源的運用 這個是太欺人太甚 你以為你的行政資源 一直說 之後我們這些人 有的人也覺得 好啦 今天就日本人說 放棄了 算了啦 幾七天啦 但是 心不甘情不願 我說實在話 我也有說過 也許這一次他投票的時候 我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安累投票 一個就不投票 我也不肯去投 割分子也不肯割 我還有第三個選擇 對 還有如果有人 也是我們 我含淚不投票 所以有時候 當然你說得也對 但是其實 我覺得說你一用這個 這麼大的行政資源 你用這些利益記得者的人 來處理這個事情 等我們歷史過了以後 再回頭來看的時候 你是一個錯人 對 高醫師你不要 你跟俗文 行政資源 我認了 我認了 你從一開始 修改遊戲規則 延長時間 然後內容 手機民調 這些也就算了 到最後還給我作弊 我就說你作弊 作弊小英 這四個字 我永遠落在 落在台灣的歷史上面 不信的話 信把你的raw data拿出來 你的 你的那個 你的民調的原始資料 就跟你的論文一樣 躲躲藏藏 你在藏什麼 在我們節目當中 有人說 這還不是一般人 那那個張有化的 這個親戚 接到兩家民調公司 打電話給他 那這個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種種的疑點 本節目不是在放馬後跑 本節目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講過 你的抽樣架固 你的抽樣清澈 你怎麼釐清 手機裡面 那些被回收的門號 那麼你去收集 那個所謂挺陰的人 那個門號 是幹什麼用的 然後你在現場 抽樣的這個情況 這些抽樣的清澈 是怎麼來的 結果你們只回了一句 雙方都有派陣營參加 我說過啊 大衛魔術也是在幾萬人面前 演出來的啊 那你敢不敢把這些 所有的raw data 在不涉及個人 各自的情況之下公布呢 當然你現在公布 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事後你已經把這些局 已經做完了嘛 你要再修改raw data 我們也拿你沒辦法 那為什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的質疑你不願意面對呢 如果我今天是蔡小英 我做了前面這麼多的 修改遊戲規則的種種辦法 大家對我質疑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我最後一件事情已經做到衰退 就是把我所有抽樣的東西 包括我的抽樣清澈 外界的所有之一 全部解釋完畢 然後大家來抽樣 然後把抽樣的東西 抽樣出來的結果 在第一時間 用一個光碟燒出來 把錄音錄影的所有的內容存檔 你看看喔 我們今天中選會的選票 要不要封箱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抗議的話 要不要拆封 所以我講過 我在節目當中曾經講過 我說在民調中心裡面有三四十個位置 每一個都是隔音板 每一個隔音板裡面有一個訪員 每一個訪員都單獨去打電話 好我請問你 我今天播電話給高大臣高醫師 請問你支持誰 高醫師說我支持賴清德 然後我就在我的電腦上面直接勾蔡英文 你那我 你不想嘛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曾經非常清楚講過 我說每一通電話要全程錄音 然後封存 做成這個當場 而且是一打完電話 當場把這個錄音帶交給雙方陣營 請問做了嗎 然後前面我們講的那些電話號碼 中間有一些空號 有一些沒有人的這個號碼 或者是響幾聲沒有人接的號碼 用最基本的學過Basic的這個 程式設計就可以了 你把所有的門號 空號 NOR等於某一個資料庫 這一個資料庫 就是你洪耀福洪耀男 你們這些人去收集到的 所謂的挺音的 後援會的資料庫 的電話號碼 可不可以 也就是說 所有空號的電話號碼 它會自動轉接到某些特定的號碼上面 做得到嗎 可以啊 10秒鐘寫一個程式就做到了 針對這些問題 你們都沒有回覆 所以這個作弊的初選 將在歷史上留下紀錄 就跟崔柱士奇君一樣 你殺了他的三代 崔柱的孫子還是要說 這個還是要說 太史簡還是要說崔柱士奇君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面對 歷史上說你作弊的這件事情 那也有人說哎就不要講了 反正他已經當選了 我講過公益史邦國高舉 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如果今天台灣不能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獨立又如何 綠營執政又如何 那不過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翻版而已嘛 對嘛 一開始其實我們在估計的時候 我跟賴醫師 我是本來要去南部去跟他一起掃 他說不用啦 我要淘擠我來掃得 跟台中我爬一直上去 上去我就覺得 我是覺得 為什麼因為他的態度很好 我看我們開車對不對 現在開車到路邊的人走來 他一定叫那個書記說你要停下來 你不可以怎麼走去 一定要等同阿籌 要來才可以走 雖然一個人也沒關係 但是人的誠意 你要接受下來 我有時候也說這樣就不會發 因為太冷了你知道嗎 還漏了漏了很大順嘛 他一定說不要漏了 一定要停下來 所以他各個都跟阿籌 所以我去那邊漏了 漏了漏了也都可以走出來 我就說這個不贏也很奇怪 因為我也經常被人在選舉 像上去被鄭公進 他們幾個在選舉 那被那個 那個什麼劉國龍 劉國龍那時候我跟他選 平時我就覺得阿 他不會怎麼會掉 因為那時候真的流線的 人氣比較好 那個感覺會出來 你現在過去人出來 你就知道阿會掉 他以為他在裡面不出來 你就知道他不可能會瘋瘋瘋的 結果瘋瘋瘋瘋 結果瘋瘋瘋瘋 對 我都說瘋瘋瘋瘋 他可能差了瘋瘋瘋瘋 他可能差了瘋瘋瘋瘋瘋 那選完以後你還有跟賴清的 有有有有 他有打電話來叫我跟他們 中部這類人道謝 你有幫他驗傷嗎 我有問他啦 他這個人喔 其實我覺得他是 他有比較滾柱是什麼 他真的滾柱啦 滾柱是好的 但是我要說的是 但是他也有抱怨喔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對滾柱要滾柱 對蕭林的都不用滾柱 講話就好嘛 這句話 以得抱怨何以抱得嘛 本來就是這樣啊 我們太太喔 日本人他們很奇怪 他拜堆都拜最美麗了 我知道 他如果是拜堆 他拜最美麗 都沒有折瘋瘋瘋瘋 我去喔 我不是說拜堆 但是沒有人可以插我的堆啦 應該這樣可以 我太太太說 你怎麼拜那麼近 我不是拜近沒方插堆 你拜都拜最好拼 他就是以精子之度度小人 就是說很努力沒關係 我差兩分鐘而已 但是我就覺得不行 為什麼我才會努力 不然你怎麼努力 你不行這樣 做養成我的習慣 社會秩序公平合理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需要法律 什麼都讓你 讓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那是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 對 尤其對方有殘障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接受 這個我是覺得我們 我們appreciate 就是我們欣賞這樣子的修養 但是社會秩序還是要站在一個公平的價值上面 因為我們要維護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 不是少數人的利益 也不是少數人的修養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放在一個天秤的尺上 去做才對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應該是這樣才對 那好 賴醫師我剛剛還沒有問完賴醫師的狀況 沒有 他靠來的時候說 奇怪 我就覺得說沒有數那麼多 怎麼出來差那麼多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他台大統計學 他教學教學要三十年了 他就傳來跟我說 哥哥 你怎麼會跟我很奇怪 我們前一天看的民調 還可以五六趴 六七趴 後來一天過 又十八趴沒問題 再過一天過 他又倒數人八趴 就是說 就只有在這個搞起來 我在台大新年的時候 教統計也教了二十年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他邊講的 但是我都不相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